擁有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 27.6%股權的和記黃埔 首次在報章康登傳版聲明 以宮朝背後為題的聲明指 即宮盟及李卓人借宮朝作文革式的批鬥 又發動工人圍堵長江中心、和記大廈和李嘉誠御所 令到他的家人受到威脅手段相當卑鄙 聲明又指 宮朝已經演變成為階級鬥爭 目的是挑起仇富情緒 傷害及醜化集團主席李嘉誠 聲明末段又指 事件還牽涉副主席李澤巨在內 並作出人身攻擊 所以作出聲明 並希望宮友盡快和外判商解決問題 早日重回工作崗位 對於和王子 宮會高舉階級鬥爭旗號 挑起社會仇富情緒 又在中環上班的白領認為 宮會行動和平合理 合法及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是能接受到的 我又不覺得是太 一定是仇富心態的 因為經濟低迷而減身後 沒有再加回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 有市民就認為 和王集團需要為宮朝負上部分責任 對於高等法院班下臨時禁制令 禁止工會代表和罷工工人 在長江中心範圍內集會 直到下星期五為止 工會表示失望 但認為對宮朝的影響微乎其微 即使他出了這個判決時 都不會影響了公有罷工的決心 我們的目標 希望留守在這裏 聚焦更多的市民和公有 去支持這次的罷工行動 所以我們不擔心 將來的審訊究竟是怎樣 但反而就是要確認 究竟這個地方 即我們現在留守 這個公共空間的地方 是否可以和平抗爭和平集會的自由度 可以去到多大呢 我們都希望法庭有個清晰的判決 我們幾個代表都在申請法援 都在等候法援批准 我們星期五就會認訊 何偉航又說 和王康登廣告打壓工會 根本沒有真正了解工人的訴求 做法只會加強市民對罷工工人的支持 和同理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正雲報導